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台湾妞 新的这个单元就是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些韩国的流行语 或者是韩国的年轻用语 或是网路上面的一些用语 就会有一些缩写 非正式的官方用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NOJEM NOJEM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英文的NO 跟韩国的CHEM 结合在一起变成NOJEM CHEM是什么东西呢? 韩文当中当着有趣的东西会说 CHEMITDA 然后无趣的东西会说 CHEMI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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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用在各式各样的形容 比如说 韩剧剧情很有趣的时候 我们也会说 剧情很CHEMITDA 出去玩 出去玩 然后觉得很开心的时候 也会说 CHEMITDA 就是觉得有意思的时候 好玩的时候 一个笑话好笑的时候 都会说 CHEMITDA CHEMIT 这东西念快一点 CHEMITCHEMIT CHEM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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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gen CHEMIT 所以说 NOJEM 就是CHEMITDA CHEMITDA 凜签 CHEMITDA 就是没有CHEMIT的意思 我们来实际研练一下的话 就是像是说 哪裡有最多的小熊维尼呢? 答案是麦當勞 麦当劳 都是维尼 NOJEM 大羽是什么动物 答案是一只虾 大羽大羽一只虾 绿豆从顶楼掉下来变成什么 答案是红豆 我这样举的例子大家够懂了吗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no jam它还有一个再提升的方式 我刚讲的那一系列也可以套用的 再提升的方式叫做 head no jam head是核弹的那个核 那个head no jam 不有趣还要再生一个等 就是超冷超冷超冷的笑话 然后完全会让你想要白眼 跟不想要接话 只想要叫他闭嘴那种 就可以说是head no jam 会了吗 head no jam 这个单元就是我前面会先说一些 韩国流行语 那我再会再跟韩国人这边说明一些 台湾类似的流行 不过像是no jam的部分 好像在台湾比较没有类似的东西 但是台湾是no jam하고 비슷하게 但是在台湾的流行语言和流行语言 是没有的 现在 如果朋友们在台湾比较有趣的话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不像这样啊 我之前有美的这种说明 宣传比较 我想说明不像 我平时有点趣的这种 不是说明的 就是好像 像如果说明的 就是这样 没有许说明, 像这种说明 又有缓感一些 以往里的感官 今天像这种 既是没用的 興趣的 嘴巴不出現 不好笑 不好笑 台湾語的話 表情都會有一樣 台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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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語不好笑 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忙按讚 按分享 就這樣囉 掰掰